大家好,我是林佳俊,我今年六岁 我今天要煮的是酸、甜、豆腐、鱼 小小年纪,但厨师驾驶十足 马来西亚贾东大幼儿园老师 发起让小朋友接力速食烹饪挑战 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交给下一个小小厨师来接受我的挑战 任务背后是要鼓励多蔬食 同时让善良种子生殖孩子心中 这个疫情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吃素 因为我们担心自己的生命 其实我们也要尊重一切动物的命 大家亲自动物 因为我们要保护地球 还有保护动物 我们一起来熟熟 爱自己,爱生命,并不远离我 从构思食材到下厨都亲自动手 马以恒的妈妈意外发现孩子的成长 从下午五六点拍到晚上的七八点 他才有得吃 他就觉得我看他整身大汗 我就问他你觉得辛苦吗 煮这一餐饭 他说很累很辛苦 这样我讲 如果你这样子 他你会珍惜你的食物吗 他说原来一餐很难煮 他会把食物都吃完 孩子们的用心和改变 也带动了家长一起来响应素食 他就会想 我没有煮过这道菜 所以我就会想说 不然我也尝试煮这道菜给我的家人吃 隔天的时候这个妈妈她真的是有分享 她真的是去煮了 然后分享出来给我们看 其实我觉得我的反应会比我的孩子多 通过这个活动 你就会发觉到其实煮素食不是那么难的 而且如果小孩子可以做得到 我们在家里都会做得到 吃素不难 只要愿意跨出一步 就能透过行动为环保 互生敬意分立 麦代陈静云 林仁君吉隆坡甲东报导